歡迎各位益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是禮拜日 有一班外傭一如以往霸佔了旺角的行人天橋 在那裡是夜餐和聊天 接近中午時份 越來越多外傭去到常述的地方 他們當然沒有遵守禁止多於四人聚集的規定 而且亦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纏繞了社區很久 就算在太平盛世的時候 都會衍生一些衛生問題 因為他們會在這些公眾的地方吃東西 更何況身處在這個非常時期 當然要相關部門強力執法 但是沒有 有市民發現得到 期間有些食環署的職員到場 不過他們純粹拍照 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有記者就去問食環署 到底這班職員搞甚麼 食環署是這樣回答 有關於禁止四人以上聚集的命令 執法方面是由警方來負責 食環署的職員 只是負責一般的例行巡查 比如說看看這班外傭有沒有進行非法擺賣 你這樣說的時候 當然有些市民會去報案 不知道是不是收到市民報案以後 有四名軍裝警員就去到現場 但是他們純粹跟外傭談了幾句 然後就巡下天橋就走了 又沒有要求那班外傭分隔 更加是沒有驅散 這些執法行動 對於這班外傭的僱主來說 風險是很高的 剛剛 整班人在天橋上吃東西聊天 攬頭攬頸 這班警察就應該去驅散 你只是懂得驅散那些年輕人 人家在太子站外面悼念 你就驅散人家 人家在元朗站記念 你就驅散人家 這些你不去執法 是不是 這些應該去做 只懂得玩的黃店 走到黃店拿一把赤左樑 又說1.5米又如何如何 一不去就帶了整班警察 走到別人的食店 滋擾食客 又說看別人的入座率 怎樣 這些你就好去驅散 你等什麼 執法 執什麼法 原來沒有效果 那你那個規例 撕來把托 到了下午2點多的時候 再有軍裝警員去到現場 這次他們見到外傭多於四個人聚集 就上前作出警告 就要勸他們分開兩批人 每批人就要相隔1.5米 一早你就應該做 是不是 所謂的執法 九十多重的標準 浪費時間 這些人 而且這些執法 其實沒有意義 你管多少 難道你通街通行通山都佈滿了警察 今天就是清明節前的星期日 有些市民提早去拜山祭祖 雖然人數少了很多 但是都被人發現 有些人根本上 就五六個成行 警察為什麼不去墳場執法 不務正業 一尾懂得拉小孩 你就聰明 抓那些小女孩 就聰明在旺角 你去執法吧 去墳場弄 那些人 這麼閒 守住墳場門口 煩到哪一個多 四個人的你就要抓他 你不做這些 你弄個規則來幹什麼 只是針對那些黃店有鬼用嗎 只是針對那些年輕人有鬼用嗎 屯門公園有被人發現 很多阿伯圍著那些桌子 捉帳棋 為什麼這些警察不去執法 不去驅散 整班人就不務正業 懶惰鬼 根本上你搞這個 599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其實變相 就是為這些警察來 去擴充權力 反正那些警察 不去現場的時候 就當看不到 沒有眼屎乾淨 就不用執法 到他去到現場 他仍然是可以選擇性執法 對於他認為是可以通融的那些 他就隻眼開隻眼閉 勸喻就算數 對於那些他認為不能夠通融的 他認為要針對他的 馬上罰款又可以 拉你回去檢控又可以 你這些是什麼法治 有沒有市民會服 另外有一間位於深水埗的回教教會 他們的秘書昨天去信林鄭 說自己的教會每天需要討告5次 現在實施了禁止多於4人聚集的限制以後 就嚴重影響討告安排 因為每次只能給4名信眾 入去1600平方尺的會址 每次又需要半個小時 當然就是討告不及 這個回教教會質疑 而特區政府就說那些餐廳 是每台分隔了1.5米以後 就可以讓那些食客進去吃飯 為什麼這個回教教會 又不可以分開1.5米來討告呢 若然特區政府是無視他們的訴求 就有可能會去林鄭門口討告 你們去林鄭門口討告 我就不會反對 只不過都希望他們明白 實情這些防控措施 就不是針對 個別的宗教或者是針對宗教的場所 因為所有的宗教都要依循這個規矩 所有的場所都需要依循這個規矩 希望不同宗教界的朋友都會多多理解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世衛的官員 是如何出醜於人前 港台的英文節目默博 近日就以視像通話的形式 訪問了世衛的助理總幹事 艾玉德 在這個訪談當中 港台的記者就真是厲害 要稱讚他 因為他直接了當地問艾玉德 世衛會不會重新考慮台灣的成員資格呢 這個艾玉德先就停頓掃描 好像聽不到 跟著再問記者 不好意思我聽不到你的問題 這個港台的女記者就再問一次 將問題重組 rephrase 再問 這個艾玉德就厲害了 打斷人家的問題 聽到台灣這個字就好像騰雞一樣 就打斷這個問題 你可以問下一題 他就想避了台灣的問題 跟著這個女記者就繼續問 不管他就繼續問 這個艾玉德竟然 就切線 收線 好了 當那個女記者 再打電話給艾玉德的時候 那艾玉德就再聽 那位女記者就揭而不捨 繼續問他有關台灣的問題 那位女記者就說了 到底你怎樣評價 目前台灣的防控工作呢 那位艾玉德竟然就回答他有關中國的資料 果然是夠了政治正確 而且顧左右而言他 絕口不提台灣這兩個字 好像佛地魔那樣不能說的 這兩個字 一說出來就好像會出事 這些就是世衛的官員 去處理台灣問題的態度 這些是不是政治凌駕科學 台灣這兩個字有什麼不能說的 最好笑的是有些記者就問建制組織 公營廣播關注組的召集人彭祥偉 他就批評港台的記者行為是屬於挑釁 說人家窮追猛打地逼對方回答他想要的答案 有既定立場行為不專業 我真的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是你這幫建制派和藍絲 對於港台和他核下的記者 有一個不當的預設就真了 你總是覺得別人問的問題是有既定答案的 這些行為是挑釁 多餘 你這個助理總幹事 不可以回答人嗎 人家問你有關台灣的成員的資格 你就回答他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是不能夠參加世衛的 你為什麼不敢回答 你可以照樣回答 你說不能夠搞一中一台或者兩個中國 照樣回答 你不回答嗎 你是秘而不淡 樣子到咳人線 又詐詐聽不到 詐詞裝傻 這些質素的人 去做世衛的助理總幹事 難怪這組織的公信力變成這樣 當然這位艾玉德就有前科 他曾經發表一些驚人言論 包括全世界都欠了武漢 然後又讚揚中國知道如何去保護人民的生命 如果他自己受到感染的話 就會留在中國那處治療 這位仁兄都非常愛國 他不是愛自己的祖國 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也很難怪他要避談台灣問題 那麼敏感 可能踩中他的紅線也不一定 這個世衛組織 實情都上糧不正下糧歪 尤其是這位譚德塞 看到日本的首相安倍課金 他又讚別人安倍的防控措施做得好 人家麻生太郎也笑你 日本的副首相 就說你這個世衛組織 不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是China Health Organization 你說人家說得對不對 這個譚德塞最新的有什麼說 根據多名外交人士的消息指出 說他露斥這個網絡當中 出現了大量評擊親中 以及不升任總幹事的言論 他就認為這些全部都是來自台灣發動網軍在背後操作 更加就指 台灣想參與世衛是另有政治目的 台灣的防控指揮官陳時中就說 對於譚德塞指控台灣搞網軍操作 就說政府部門沒有做到這些事 台灣沒有時間沒有人去搞這些事 希望他搞清楚到底是網軍操作 或是市民的自發行為 陳時中又說到 褒貶不急於一時 最後會有公論 人家已經幫你打完搶了 罵人家的網軍操作 很愚蠢 全世界都在批評你譚德塞 難道每個人都是台灣網軍 你很煞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